選戴富從軍的感覺 他如果要來的話 他絕對沒有辦法就坐在主播台上 而是當選手的份 所以戴富從軍這句話 我覺得要幫他修正一下 你要嘛 就下一季來 你就不要到時候 如果真的哪一天你來這個節目 然後你沒有表現得如預期的話 我會恥笑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近期做過最浪漫的事情 一定是他的驚喜的那個球 因為從頭到尾真的都是我不知道 他就自己忙了一大圈之後 才讓我知道說 原來你用這個假業配 是要來騙我求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非常非常的用心 這件事情真的很浪漫 你覺得戴富從軍的感覺如何 是他自己講戴富從軍的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要來 所以這個是為我而來的好嗎 我是坐在主播台上 他如果要來的話 他絕對沒有辦法就坐在主播台上 而是當選手的份 所以戴富從軍這句話 我覺得要幫他修正一下 你要嘛 就下一季來 好 戴富從軍 要他來 對 前面是在佈服的時候 你們有什麼樣的這種 因為我們都會 他會跟著我一起看 我會很在乎就是說 我講的話有沒有幫到選手 有沒有好好的幫他們的狀況 闡述給觀眾朋友們知道 然後他就比較針對 因為他本身也是運動選手的出身 所以他說他們表現怎麼樣 我就默默在旁邊想說 你就不要到時候如果真的 哪一天你來這個節目 然後你沒有表現得如玉琦的話 我會恥笑你 那如果真的有給你意見的話 你會跟他一直爭取嗎 我們真的會還滿熱烈的去討論一些 運動的相關的話題 比方說選手的角度出發等等 或者是他運用了一些肌群 因為畢竟他是本科系出身的 所以他比較了解這些東西 他會給我很多的意見跟回饋 就比方說我問他規則啊等等之類的 他都會就很細心的提醒我 告訴我這個東西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也是滿幫忙的啦 真的還滿不錯的 對對對 我們相不相成吧 全明星運動會記得鎖定YouTube 禮拜二中午十二點的首播 給氣球吃光 眼看哪 眼看哪 慢慢 慢慢的 哈嘍 大家好 我是何浩辰 哈嘍 大家好 我是李國宜 哈嘍 大家好 我是郭舒瑤 哈嘍 大家好 我是伊姨傑 哈嘍 大家好 我是伊姨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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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應該滿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 看什麼看 我贴她了 我贴她了